為什麽跌倒了 昨天 是呀 因為 之前 我自己都是一個魂的 因為我又不理政治 又什麽都不懂 我都是一個老人家來的 臭孫 佔中那段時間 我真的曾經出來撐警 我都覺得自己 回想起來都覺得很醜 因為我看那些新聞 和看一些Youtube 可能看一些公司的Youtube 就在那裏說那些年輕人 破壞了香港的經濟 搞事 在那裏做破壞 我相信 為什麽他們會這麽壞 搞亂了香港 甚至乎自己 身邊的同事和朋友都是男的 我還跟他們去撐警 因為我都是一些 其實我個人 都是一些叫做 坦白說自己是一個正義的人 我還去撐警 去罵那些年輕人 直到這次送中 我就聽回一些 好像林鄭那些說話 我看到她的態度 在立法會的時候 那些態度太囂張 很過份 我自己看不過眼 還有關於一些國際 所謂什麼叫做 新鮮 一些新科技 我自己嘗試去瞭解 不知道到底是什麽 為什麽 美國要這樣對中國 我們中國就很慘 如果 五支元和科技戰 我會很心痛 為什麽美國這麽壞 她看了Youtube 接著一路去了解 了解得多了之後 才發覺原來 中國真是這麽有問題 和香港原始 它所謂的送中 是真是很有問題 那我就自己去醒覺了 我就要再去看多些 研究多些 真是終於發現到 香港那個政策是很有問題 立法會裡頭 我聽到那些議員 去幫香港的真是出心出力 他們了解清楚之後 我自己就 真是可以站到很前 由這個第一日的 那時應該是612 我由612之前 已經是開始出來遊行 直到現在我都站到很前 希望自己出一分力去 去支持年青人和希望 就是 見到目前那個年青人 和香港的前景這樣 是很心痛的 老實說好像我們這些年紀 的同輩 我都過了60 我身邊的朋友很多都還是藍絲 但是我告訴他們 他們是聽不明白 也都聽不入耳 我現在自己就進了一堆年青人的群 就是那個群裡頭 甚至乎我會比一些年青人 都還會激進一些的 目前這個情況 就是 我都希望 多些藍絲會 好像我這樣 了解多些 了解這個香港政府 和共產黨政府 和共產黨 其實很簡單 就是當你經歷了一些 就是為什麼國內 不可以新民自由呢 為什麼國內 這麼沒有自由 這麼沒有民主呢 那麼香港年青人 要做些什麼 因為其實很簡單 就會知道 共產黨的目的 是怎麼樣 和它的用意 是怎麼樣 謝謝你 那這位女士 就是 她剛才 就是表述了 她由藍絲 轉到現在 是做了黃絲的 過程 那她 以前 是非常之撐警的 那她現在 就覺得是很後悔 那 我們現在 在四季常餐 這裡 是排隊 那她都是來 特意來捧場的 她是來這裡排隊 吃東西的 那我們就都快要輪到的了 那前面那位女士 都小拆曲來的 挺好笑的 那她涼來涼去 那她的體溫都不達標 那職員就沒有讓她進去 但是她就堅持自己 她是沒有熱的身體 但是她涼出來 是三十八點幾 三十七點幾 那她就是 不可以進去的 所以我們在她後面 都在等著的 那剛才那位太太呢 就很好啊 那我們排隊的時候 就聊天 那她就 告訴我們 她以前是怎樣 那現在呢 就是現在怎樣來 支持年青人 覺得年青人 真的很值得支持 那這樣 我們很多謝那位女士 女士歸聲 我姓陳 那位陳女士 我們很多謝她 那這裡是